這迷你節目一樣問周映君老師 婆婆為什麼說 媳婦 炒菜太大聲 女人會沒有福氣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以前的人都說這個叫打架 對 那因為什麼 有時候你講話太大聲 女人講話太大聲 他也會覺得說是打架 那炒菜就哭哭哭 好像聽拌都 都是聲音很大 就輕輕輕輕 這樣子也叫打架 還有撒尿太大聲 都是打架 老師妳說什麼 尿尿太大聲 女生尿尿太 譬如說你啪這樣子下去 現在打架 這個打架這句話真的很難聽 但是以前來這樣評斷 但是現在時代不一樣 可是老師見過 不管什麼時代 見過這麼多的人生來算命 真的比較出之大意 輕輕輕輕 或者是什麼什麼太大聲什麼 是不是真的會比較沒有福氣 沒有不會 這是以前 為什麼以前是那個大家庭 大家庭業 所以就是變成說 你家在炒菜的時候 隔壁的 或是那個 那個棟材 就不是我們這一炷 這條的棟材 他就會過來看 就會知道 要看你們家煮得好不好 吃好吃不好 以前說吃好吃不好 沒人知道 就好壞我們自己知道 那就是說好壞 我們端出台面的都是好的 所以就變成這個家庭 他就會比較溫馨比較好 但是你在炒菜的時候 很大聲 那別人就是那個不同跳 就是說 叔叔的媳婦什麼 他們就會來看看 你們家吃什麼 煮什麼 那就會很多話出去 所以才叫破口 那現在不是 根本就是自己在家裡自己 我要怎麼煮 怎麼做 怎麼剁雞 剁得很大聲 都沒有關係 所以現在已經沒有這個叫 破口的事情 這樣了解 來 預備